我們來看好不好 胃癌是 鹽吃太多也不行 胃癌風險高兩倍 我覺得可能還是口味還是看個人 因為有一些人就是真的 天生很喜歡吃重鹹 不過我們這邊分享說 高濃度的鹽 胃癌升高兩倍是真的 想說日本人就胃癌 全世界排名前幾名 那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很喜歡 吃一些醃漬物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它會鹽分會讓你的胃黏膜被腐蝕 那被腐蝕了以後 你食物中物吃進去一些致癌物質 就比較容易被胃所吸收 那這是有可能提高 癌症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高鹽分的通膝 通常都是加在一些 或者說加工肉品 這些醃漬物和加工肉品 通常還有含有高濃度的一些 雅硝酸鹽 雅硝酸鹽本身也致胃癌 這也是一個原因 第三個 台灣人因為假如超過50歲以上 很多人有 你假如幽門感菌在胃裡面 你又吃很鹹 那個胃黏膜被破壞 幽門感菌更容易附著在胃黏膜增生 所以也很容易得胃癌 就是一個80歲的阿嬤 她被她那個女兒帶來看病 這個阿嬤是一個很虔誠的人 她從大概十幾歲就吃素 吃65年 全素嗎 不是全素 她初一十五吃素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吃素的時候 通常就是稀飯配醬瓜 稀飯配煙黃瓜 鹹蛋 對 鹹蛋 她就是這樣吃了六十幾年 那她女兒帶來 一看我就覺得 這個阿嬤有問題 為什麼 她說她女兒說 半年內大概暴瘦6公斤 然後每天都說肚子痛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那我一看這個人很瘦以外 她整個人都是蒼白的 她就知道說 這個 那就不用講 這個就一定要做胃鏡 因為大概八九不離十有問題 照進去 就是很遺憾 就是一個胃癌很大 又很明確就是癌症了 那後來切片也確定是 後來我們就轉去醫院 後來手術以後發現 她其實胃癌有吃到肌肉層 和一些零近的組織 淋巴結 所以她開完刀 手術有成功 可是很遺憾 因為營養很差 所以後來她還是就 不幸就大概半年左右 就離開了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就跟大家說 其實你偶然吃一些很鹹 或偶爾吃一些 醃漬物那些是OK的 因為不是叫你要做和尚 對不對 就是還是要吃一些這些東西 但是不要長期 大量規律地吃 這樣子是會出問題 就是我喜歡吃很鹹的 然後很辣的 就是重口味我都很喜歡 炒菜一定要加那種生辣椒 然後我都會把生辣椒 全部挑挑起來吃掉那一種 就是很辣的東西 然後其實因為我 我一直都有 餵食道逆流的問題 但是以往都是比較輕微 你就覺得 輕微的火燒心裡 胸悶那一種 你都覺得很正常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有什麼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很習慣的東西 就身體的一部分 身體的一部分 就跟莫名一樣 沒有燒怪怪的 對 就是一定會怎麼 超習慣 對 超習慣了 可是後來呢 我有一次莫名痛到 我覺得我快死掉 就是不能呼吸那一種 跟以往的那種火燒心啊 胃食道逆流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你是覺得很像 有異物卡在你 我不知道這是橫膈膜嗎 還是卡在中間這邊 你覺得你吸不到氣 你也沒有辦法吃東西 很痛 很糾結這樣子 我就一直忍到隔天早上 我趕快去掛腸胃科 然後醫生就幫我照胃鏡 照進去 就綠綠的胃 我有帶照片來 就是綠綠的胃 然後醫生好課喔 就是整個綠色 然後醫生就說 發霉了 長青胎了 對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因為我以往的胃食道逆流 沒有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個是膽知逆流到胃 就是膽知逆流了 我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醫生又會講一樣的話 其實這個原因很多 你說要真正找一個原因 可能也沒有辦法講出 到底是什麼原因 可能是你壓力太大 之類的 對 然後他也有幫我驗那個 油門感菌 結果後來他說培養起來之後 就有淡淡的粉色 所以後來他也有開藥 幫我治療這樣子 然後醫生也是說 你就不能再吃什麼很鹹 或者是什麼太刺激的東西 都不能吃 然後我就是 吃藥會吃一陣子乖乖的 覺得好一點之後 我又開始吃 然後又再回診的時候 醫生又說 就只有你這種病人 你常常一直要來找我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已經 吃藥大概五個多月了 就是已經有好好的控制它 然後還是在持續治療當中 但是可能油門感菌那些 也是還要再長期的治療 對 然後還有再配合 益生菌 就會讓自己的胃比較舒服一點 其實不是 是那個醫師 他內視鏡設備還不錯 那個綠色是一個特殊光譜 那個我們叫做NBI 它是用藍綠光去照你的食道 那個綠綠的那個不是胃 那其實是食道 咖啡色的部分才是胃 那像這個看起來就是 它那個綠色跟咖啡色交界處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圓形 它有些地方有凹凸不平 那那些凸出去的地方 其實就是胃酸 冒出去食道的地方 所以表示這個醫生的設備 跟我們診所差不多一樣好 那差不多是你比較高 還是它比較低的 這還用問到我們 那為什麼要抽胆汁啊 抽胆汁喔 抽胆汁 因為胃食道逆流 其實是個範疹 其實逆流的東西有 一般有四種 胃酸是最常見 有的人逆流出來的東西 是胆汁 還是胆汁逆流 胆汁逆流很厲害 因為有的人 有時候晚上睡覺躺著 他說嘴巴很苦 對 這是酷酷的 對 因為胃酸是酸的 不是 這是苦苦的感覺 對耶 胆汁是苦的 那有的人他是氣逆流 他一直打嗝 一直打 很多氣 然後捲著一些別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胃裡面有一些酵素 叫蛋白酶 蛋白酶也會逆流 所以其實胃食道逆流 成分很複雜 有很多種 不只是這個醃漬的 就是熱的或辣的 也是一樣嘛 我碰過一個中年的男性 他平常就是晚上吃飯 但應酬常常就有喝酒的習慣 那他特別喜歡吃麻辣火鍋 就是又熱又油又燙 是 有一次他也是聚餐之後 吃麻辣火鍋 喝酒 隔天他就 不是隔天 當天晚上就 急性胃炎就很痛 掛急診 掛急診就發現 他真的就是一直吐 而且真的是看起來很痛 隔天早上就幫他造胃腥的時候 就整個胃的黏膜就紅腫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急性胃炎 可是在做胃腥的時候 醫師就發現 他的食道有個潰瘍 那個食道潰瘍 讓醫師看起來很不放心 所以醫師就幫他做了一個切片 切片做完之後 他很不幸 他就是一個 就剛剛剛剛跟他講 就是比較屬於重度的風化不良 因為食道癌 是一個癒後很不好的癌症 所以他已經到了癌前病變的話 基本上他就要接受 可能會接受手術治療 那食道癌手術又很困難 而且通常的這個做完之後的生活 飲食的習慣影響又很大 所以像這種的重口味的 除了鹽漬的 油的 燙的 辣的 偶爾吃一下沒有關係 但是醫師我超愛喝很燙的 就是會燙到 可以起水泡那一種的 最好不要 就是 很好喝 你是有自虐狂的 對啊 可能壓力太大 需要 那個很不好 因為真的 吃溫度過高的食物是 已經被證實是會引發食道癌 是確定的 所以真的要避免吃過燙的食物 你今天這集幫助很大 真的 好 我回去改進一下 好 薇如 對 胃不好就是跟酒一定有關係的 一定有關係啊 戀愛喝酒 對 我以前 我現在養生了我 就以前年輕的時候 到這個時間錄完影的時候 就差不多朋友約吃飯聚會什麼 吃飯喝酒 對 愛心啊 然後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遲到的時候 一到那邊就來了 來 遲到遲到 罰兩杯 對 罰 然後就立刻你在被強迫 要喝一個鏡頭或什麼 然後你覺得一喝完 天啊 一次兩次還好 你知道有幾次的時候 就突然開始覺得 哇 很燒很燒 因為這樣長期時間 就加上我就是 作息不正常嘛 吃東西也是很不固定 又是三餐老是在外的那種老外 所以就變成是說 我開始就是胃 就是覺得開始有點問題了 然後也是開始覺得會燒 然後像我 像我就是不是那種 等到最嚴重的時候 我這種就是一有問題的時候 我趕快去看醫生 對 然後我就立刻去看醫生 後來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也是照胃鏡 然後照胃鏡之後 醫生就有說 就是哇 你這個已經是 胃食道逆流了 然後你還 你之前那個胃結痂 你都沒有 就是都沒有發現 就是受傷過了 但是還結痂了 然後我都沒有發現到 就是我那時候也沒有覺得到 我以為是就是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而已 所以那時候我都沒有注意到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這樣子之後 我就開始養生 當兵的時候 我們去金門落軍你知道嗎 那個年輕嘛 都覺得酒量好啊 你知道那個金門高粱 像直接沒有經過食道的 五十八步 直接到位的 你知道嗎 那個速度的 又下去 我跟你講 燒到那個胃 不知道你有沒有碰過這種事情 我也在金門當兵 我也跟你... 有沒有 燒到胃在地上打滾啊 食道只是經過了 有時候年輕 就是好好勝嘛 我想大家都可以有這種經驗 年輕沒有好好保養 有了年紀 身體就來逃了 對 然後像我曾經看過 我朋友就是真的胃食道逆流到很嚴重 他就是躺下來 就像醫生說 他躺下來有沒有 就是都會長兔的那種 然後就是開始胃酸就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只能坐著睡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他的時候 我就看他 然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很感冒 我才說你感冒還好嗎 他說沒有 我聲音是燒壞 我說為什麼燒壞 因為胃食道逆流 原來是胃食道逆流 也會引起這樣喉嚨這樣子 燒傷這樣子 很嚴重 不只 我這邊還有一個 四十歲的一個朋友 他來求診 他也是久 然後燒傷之外不只 還引起糖尿病 他四十多歲 年紀輕輕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應酬 然後應酬本來也不愛喝 可是他碰到了一個東西 琴酒 那個口味他喜歡 那他會來找我是因為 精神科轉介 首先是先他肝膽腸胃的部分 健康檢查 GOT GPT出問題 酒精性肝炎 那就真的要戒酒 那戒酒就找 就會診精神科 精神科就覺得 精神問題不大 只是一些行為調整 就來找我們行為治療 結果我們一分析起來 就會發現說 那應該是他的一些情境 他有一些氛圍 他會想要這樣 那我們在過程中 在跟他過程中 兩個月內瘦了八公斤 那就嚇一跳了 因為暴瘦的原因有很多 甲狀腺 糖尿病 然後腸胃道癌症 剛剛一直在講癌症 結果原本的腸胃科醫師 一直都有追蹤 但胃鏡也做 排好沒有胃癌 他鹽分喝酒配點鹹的也多 結果沒有胃癌 那繼續我們就查下去 一抽血看 确定是糖尿病 甲狀腺沒問題 那這會暴瘦 因為你吃東西 營養就從糖尿 尿中一直流失 他體重就瘦瘦瘦瘦瘦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關聯性 其實我們台灣的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民營養調查 早就有提出來 你喜歡膏炎 你其實是嘴比較殘的 那還有另一個行為危險的 就是麻辣鍋不夠 還要再沾點什麼沾 這樣的行為都會增強了 你更喜歡去碳水化物的社群 那所以有鹽分多的 有這個沾醬行為多的 糖尿病增加的風險機會 會高三成到五成 那他其實不只是控制血糖 還要從他的行為上 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就請他拍照 結果果不其然 請他只拍五天 他自己就知道了 請酒要沾鹽巴 然後洋芋片 洋芋片裡面還會要沾起司 沾醬 沾醬 甜醬好 花生醬也好 然後肉也沾花生醬 然後鹹的沾甜的 甜的沾鹹的 這個身體負擔相當大 那也就是說 其實真的過油不及 這超過身體負荷 身體終究會發出警訊 真的 重油重鹹的東西不要吃 這集不要跟那個 不要給靜玲玲那個通告費 他收穫相當的 對 好 習慣都是大家養成的 但是不好的習慣 甚至真的已經造成身體的負擔 或造成一些問題的時候 講真的就要改掉就行了 這個大家好好的 欣賞我們甲胃醫師 好吃的 急診的生命練習習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但是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